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视频主题是开箱 因为最近很多电商都在大醋嘛 然后我就没忍住买了一些春夏的小衣服们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穿出门 还有一些PR包裹都攒在一起 来一次性跟大家开个够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开箱 我今天春夏比较喜欢的几个牌子 就是Other Stories Ganny还有Cezanne 大家可能看我微博发的那种对镜自拍 感觉十有八九都是这几个牌子的 今天要跟大家开了很多衣服 也都是来自这个牌子 第一个呢是这个Cezanne 他们家的一条连衣裙 我看模特图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它是这种很金碧辉煌 有金丝的这种感觉 看起来有点太华丽了 我害怕会有点显老气 我先跟大家上身试穿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基础款的这种长版web dress 它比较特别的点就在于它这个材质和图案 它上面全身感觉都相满了金丝一样 就穿上去呢 看起来我觉得会有那种比较滑贵 然后比较隆重的感觉 所以就比较适合搭配这种珍珠项链啊什么的 那这条连衣裙我觉得不算特别日常吧 但是真的还挺特别的 我有一点点想留 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金丝的这种材质啊 穿在身上很容易显胖耶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们觉得呢 要不要留 这些是我在W Concept买的三件衣服 第一条是这个连衣裙 我之前在微博和公众还有跟大家分享 我买了这个花色的衬衫 最特别的点就是在于它这个泼墨的这种花色 真的很美很戳我 如果它跟衬衫组成一套来穿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很美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种V领的背心 这个也是Low Classic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款式在Urban Outfitters也能买到类似款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上身试穿一下 那我给它做了一个这种比较清爽的搭配 外面搭了一个这个优衣裤的白西装 我觉得这条半裙是非常非常美 很好看 也是我这种离形身材 但是上面的这个白背心吧 我觉得有点显胖 而且有一点偏贵 因为可以花大概一半的价格 在其他高阶品牌买到类似款 所以这条半裙我觉得我应该会留 然后这个白背心我应该就会退掉 我还没想好 接下来还是一件连衣裙 都是同一个品牌的 这条呢是在一个小黑裙的基础款上 做了一些细节上的改动 比如说它腰部两侧是挖空的一个设计 然后加上下半部分呢 是一个摆折裙的一个设计 以及在一些细节轮廓处用了一些白色走线 我觉得这一条整体来说呢 还是一个蛮特别 然后也很显气质的小黑裙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我觉得它的尺码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大 比如说它腰部low空这个设计 对我来说就是做的有点太宽松了 就像这种有low空设计的衣服 要做的稍微贴身 看起来才比较有质感 不然这样子穿出门 我感觉可能会有一点点走光的危险 接下来还有几件都是来自Garnit的衣 跟大家试穿一下 第一件呢就是这个超美的蓝衬衫 这件蓝衬衫其实之前忍不住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但是还是想放在开箱里跟大家多说几句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的真的是绝美 这件我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现在它那个网站应该还是有这个85折的折扣 像Gani这个品牌 它每次春夏出的那些印花都特别特别美 像这种淡蓝色呢 我觉得也是我们亚洲人比较好hold的一个颜色 其实那我觉得它搭配一些浅色的牛仔下装就已经很好看了 这个衬衫它的款式给人的感觉是这种比较女性 然后比较甜美风的 像领口啊袖口都有这种花边的事 涂外呢是这种不同层次的蓝色印花 像泼墨一样 真的穿在身上感觉非常的浪漫 那这个花色除了商议以外还有一条连衣裙 连衣裙好像也在打折 如果有喜欢这个花色的同学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从未挑战过的单品 就是这个牛仔抹胸 这个抹胸也是Gani的 我觉得好好看哦 虽然从来没有穿过 但是还是想挑战一下 这个牛仔抹胸它做的是有一点像这种束身的胸衣一样的 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背心上亮亮的这个水晶扣子 跟这种比较中性的牛仔材质搭起来呢 就会显得又甜又酷 但是它真的对身材的要求太高了 很容易显得有妇孺 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妇孺 就是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身材要求非常高 但是如果穿好的话会很特别的一件单品 好啦这就是我最近买到的一些Gani 接下来我们来开other stories 那这条连衣裙我刚才官网看到的时候就特别戳我 它这个颜色的组合看起来非常的清新 然后视觉友好 穿在身上也是我觉得蛮好看的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容易透内衣内裤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other stories 它这个连衣裙的材质都是比较容易皱 你们现在看到的效果 其实我刚刚已经运过一遍了 但是堆了一会儿之后 它又皱成这个样子 所以容易看起来没有质感 我觉得它单穿就有一点透内衣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穿现在天气还不是很热的时候 外面可以搭配一些浅侧的外套 比如说这种西装啊 或者是针织衫什么的就会很好看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件 这条半裙 这条半裙呢是这种淡蓝色粗花衣的一个半裙 就有一点点小香风的那种感觉 它穿上去的话我觉得是挺温柔的 而且上面如果搭配一个这种不规则的白衬衫的话 是不是也蛮适合通勤呢 我不知道上班可不可以穿成这样 你们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接下来是一件牛仔衬衫 那这件牛仔衬衫呢它比较特别 它有今年大热这个泡泡袖的元素 也可以显得头肩比比较好 那它整个的面料相对来说是比较厚的 我觉得再过一阵子穿的话可能会热 下面的话我觉得就搭配刚刚那条蓝色的半裙 或者是一条牛仔裤应该都还蛮好看 下来跟大家开几个PR包裹 第一个是这个Farfetch的 是一件Isabella Mahan的上衣 这个上衣的花色我好喜欢哦 它刚初我就特别想买这个花色连衣裙 但是好像要1500到 我觉得实在是有一点太贵了 然后先试一下这件上衣 这件上衣它的款式是非常经典的 这种Isabella Mahan的风格 同时它又融合了一些非常活泼明快的这种色彩线条的搭配 裤子我一时半会儿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觉得它应该也要搭配那种 非常Isabella Mahan风格的那种 有一点西部风的那种牛仔裤 那怎么说呢 这件衣服它不是很日常 但是我觉得很特别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 穿上去我觉得可以打造出一些不太一样的风格 然后接下来是几条这个澳洲品牌送我的裙子 第一条呢是这个 Finder's Keepers的一条碎花裙 这条碎花裙我真的好喜欢 我觉得它的花色很温柔很适合春天 而且它的形也很好 它腰部两侧呢是有一个抽绳的设计 你可以通过调节抽绳来调节一下腰部的松紧 然后它下摆部分呢也有一个开叉的设计 就走起路来我觉得还是蛮灵动的 接下来呢是这条Keeper的墨绿色连衣裙 它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Keeper一贯的 这种非常女性化非常优雅的感觉 袖子呢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 这种大泡泡袖落肩的一个元素 颜色呢用的是这种很显肤白 然后比较滑贵的这种墨绿色 整个裙子下半身呢 做的也是一个比较包囤的一个感觉 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条连衣裙 比较适合一些特殊场合 最后一件呢也是Cameo的 是这件桃红色的衬衫和一条牛仔短裤 这件衬衫当然设计跟颜色都比较特别 像这种桃红色的衣服 我感觉我很久很久没有穿过了 它对于我们这种黄皮先生来说 可能不是很友好 有一点点显黄显黑 甚至显土气的这种感觉 但是如果好好搭配的话 我觉得也能穿成比较特别的这种造型 它这个设计细节也非常多 它在腰部呢 还有袖子这边都做了一个非常宽的一个褶皱的设计 整个裙上其实是比较有造型感的 这件衬衫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那种喜欢甜美复古风 然后皮肤也要白鞋的女同学来尝试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开箱的所有单品了 其实还有一些 真的因为时长的原因 而且我家快没光了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继续录了 那就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们最喜欢哪一件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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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